想要說這個國外留學 國外留學還有一個 就是交男朋友 其實在國外 因為以前我們台灣人的方式是 比方說你被人家打散 男生就會說哈囉 你好 或者從朋友對不對 同學開始 可是外國人他是很直接 他直接走過來就說 嗨 你好 你是我 我們念同一個學校嗎 說OK 對 我覺得你的腿很漂亮 你知道那就會覺得什麼 然後我就記得我同學就有一個 他就跑來問我說 真的 粉絲你今天晚上去看電影 然後他 可是他很直接 他就說我很喜歡你 所以我晚上想跟你去看電影 我想說 哇 死定了 因為我又不想跟他看 但我又不好意思傷他的心 因為我們是同學 好啦 那我就想說好啊 就跟他去 第一 一開始我是跟他說 我們改天去 我想用推圖 我們改天 但你一跟老外講改天 他每天都會來問你說 是今天嗎 是這樣嗎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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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外國人就是Yes就是Yes No就是No 但你跟他說改天 他就會每天說 是今天嗎 是今天嗎 好啦 有一天我實在受不了了 你知道 對 我就跟他說 好 今天今天看電影 可是後來我才知道 外國人超級快 因為他已經告訴你 他喜歡你了 你又答應他去看電影的話 就表示你也喜歡他 對 對 對 所以呢 你知道看電影的時候 像火箭一樣的那個進展 他就要牽你手 或者是他就期待 送你回家的時候 要Kiss Goodbye 然後或者是他在門口 對 待個五秒鐘 他在等你問他 要不要上去坐一坐 然後後來有一次也是 我在學校 那時候有一個黑人同學 因為華盛頓DC 其實有很多黑人 然後又高又帥 然後就是很有紳士一樣 年紀也就跟我們差不多 然後開的車也都很棒 那因為其實DC他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政客 因為DC很多政治人物都在那 所以他有很多政治人物的小孩 都在那邊唸書 那我就自然而然覺得 他爸爸一定是政治人物 因為好有氣質喔 然後他就約我去看電影 然後我也說好 我們就去了 但那一天就還好 沒有像火箭一樣 因為他比較有紳士風格 對 就沒有這樣 約會兩三次之後 我同學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這個人是幹嘛的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的爸爸就是DC的毒販大王 超有錢 就是黑社會 就是等於說 因為他們有黑道嘛 他就是在當地的DC 整個DC的黑社會老大 可是他為什麼很厲害 可以在那裡生存 就是他黑白通吃 我的朋友很可愛 台灣來的女生 他就說 巴著他不要放 巴著他不要放 一直叫我巴著他不要放 我說不要不要 知道太多我會被做掉 還是不要 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對啊 好可惜喔